2月2日,北京冬奥会已率先开启冰湖混双循环赛比拼,中国队赢得开门红,全球也正式进入北京冬奥时间。 明天,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。 100分钟的演出将为全球观众展示冬奥精神和中国力量,由陈若萱、彭小冉、欧豪、梁杰主演的冰雪之名,聚焦冬奥会重点赛事,涵盖速滑、花滑、跳台滑雪等项目,预计于近期开播。 夏天主题为冬奥梦想,讲述新时代冰雪人炎阳对冰雪情怀的继承,作为围绕2022北京冬奥会节点打造的重点项目。 冰雪之名以中国和冬奥的40年为主题,打造全景式的冬奥场景,展现冰雪运动员、志愿者、冬奥主办者、民族企业家等冰雪人的群像,超越由张小波指导、李更熙、胡军、沙益、涂松岩领衔主演,围绕冬奥重点项目短道速滑展开, 策刷了中国短道速滑兴起至今30余年的风雨历程,故事以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为历史背景, 以双线穿插的方式叙事,一条线索回望过去,上世纪80年代,小混混郑凯欣,凭借在露天冰场上展露的过人天赋, 被教练吴庆红招入麾下,成为短道速滑运动员,与陈敬业成为队友,开启了光辉的职业生涯,另一条线索描绘现在, 20多年后,陈敬业的女儿陈敏加入郑凯欣组建的青岛短道速滑队,开启《圆梦之旅》,影片分为四个动画单元, 将在片中亮相,在表现形式上,本片也充满了浓郁的中国味,影片融入了CG动画,传统木偶定格动画等多种动画技术, 还原了老北京内城区胡同风貌的一专一瓦,并采用节奏感极强的中国风音乐配乐。